日吃4餐變小鳥胃外夾腹痛 親手女罹患皮革胃背叛埃末 現代人工作壓力大 三餐老是不固定 常常有一餐沒一餐 但現在佛西用餐足可要小心囉 35歲的洪小姐就因為工作壓力大 三餐不固定吃 3年前突然食慾變差 原本一天4餐變得只吃得下一餐 而且連3天尾門脹痛 就醫後竟發現罹患俗稱皮革胃的蔓延性胃癌末期 癌細胞已經轉移到腹腔 去確診的時候就是已經默契了 當時在身體跟心理狀態 都沒有好好善待自己 因為慢性胃癌因為發現的時候已經比較晚期了 所以它如果說已經產生腹腔轉移的話 胃癌合併互相轉移一般平均的 如果實質大概就是半年到一年的事件 收治病例的萬方醫院副院長謝茂智指出 台灣一年約有3800多個胃癌新化個案 胃腺癌大約佔9成 其中蔓延性胃癌並沒有明顯腫瘤 癌細胞會遍佈在胃壁上 但胃變硬如皮革一樣就是俗稱的皮革胃 而且這個禰麥性胃癌 它那個比較特殊 所以它很容易會傳出胃病 造成這個負傷的感應 所以後來發現的時候 都是在比較晚期的時候 醫師表示齒兵耗發在三餐不正常 而且常吃辣 炸 醃漬等刺激食物的 30到40多歲女性 另外用門感菌感染或家族遺傳也可能有關 因為這類型的胃癌癌細胞惡性程度高 惡化程度非常快 從小姐離癌後 先後看了六個醫師都不願幫她治療 直到萬方醫院替她進行雙向化療後 精神體力才大幅提升 一開始只是一點點不舒服 不會影響不舒服 傷害不良的等等 所以通常如果說我們要這種情況 如果一般民族 不用了一些症癌癌 或症癌癌 如果還沒有效果的話 就應該要進行檢查